它又是順暈的 又在倫下的生死 所以我們一定要生生生生求福跟我們力氣 但是你今天就要有真的阻列 負力氣力比較有作用 你如果沒有阻列 負責你力氣也沒有作用 你感覺過期無量 夾以來這個修復術的 通常每一生求福都不能把它放掉 要把它扭掉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扭掉呢 因為我們在這些瀏冰箱裡面 還在這些瀏冰箱很固執 逐世的世界中 要扭掉很快 要起來很慢 但是我們今天一段下午說 負死負責的努力 真的在說負責 但是你有努力 還要求福給你努力氣 福一段不把我們努力氣 把我們放手去就對了 但是你今天要負負努力氣 就要負責努力優惡 努力無惡要怎麼努力 自你去想看看 所以恩當 farmer就是要克主 你直接叫做負責仪堂 boleh大概 負責給他 負責 republic 可是恩當方就要覆放去 突然 像瑞教他們現在的負責責責寶責黑期 шее 褻賓店 那個聖萬夫人教八得菩薩 那小的中間他嫁人之後 他們老爺老爺 去跟他講 說現在世間出一個佛陀 他隨著起反應心 起反應心他就向 在他國土修國土裡面 向這個大國 拜託佛陀給他 示範給他看 佛陀這次示範他就在那個所在 整個參與 再在睡到佛陀 生生小世界的力氣 拜託佛陀就跟他講 他已經力氣了 力氣無量 注意看看 他今天這個聖萬夫人 和八月佛陀他還要去給付力氣 注意注意看 所以今天我們是煩惱 要對立神經 他死犯八月佛陀 他也是賣室 但是賣室是賣室 不過他的混凡 非常地公平 所以她媽媽叫人去跟她說 叫一個共來的事實去跟她說 說佛陀已經是年輕人了 就是那個復活的經濟是個普遍 今天這個眾生如果沒有好因緣去接著復活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因為你不失了 主要記住是一直下跌下去 但是你如果好因緣去接著一句復活 那麼你復活的經濟是起現起來 不然我告訴你 你要住這裡住不住 我告訴你實在 因為你聽到不幸福 不幸福你當地會願意 如果是會幸福就是你復活的發言 它就更普遍 不然你真正 如果經濟經濟它還在扛在人間 它還在找一遍 到底是要怎麼 這是真正說的 所以我們今天生仇佛陀 有的人是幾個阿仙基甲 有的是無量阿仙基甲 但是無量阿仙基甲有的是因為他沒有收 這樣拖拖拖拖拖拖拖到無量阿仙基甲 但是有的人是這樣 因為他說我沒有生仇佛 我要報無量中生 經過無量阿仙基甲 我比較要生仇佛這樣 也有這樣生的 我聽不懂 譬如佛尊於三百分 佛羅這樣 佛羅這樣 佛羅這樣說 佛羅怎麼說 說你將來就是無量阿仙基甲有的生仇佛 因為你進行 你就發大心 發大心 所以你在無量進行的佛尊 他會臨你就是一個 真厚所謂的一個現象 但是你已經到無量中生生佛了 你今天還要生阿樂漢度 可是你未來 還要經過無量阿仙基甲有的生仇佛 因為你的關心是這樣 我們知道阿仙基甲有的生仇佛 有的生仇佛要生仇佛 為什麼不生仇佛 這樣到最後來講 眾人求見的 他就這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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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那就是說 在政党的阿仙 有的是三世 有的人當世 有的人見到六十夾以上 這樣當然看他生不生 所以今天在祖佛羅這樣 所以今天在祖佛羅這樣 最重要是我們現過三百分之中 在地下方便 你一定要祖佛祈祭 不祈祂 但是你如果有祖佛祈 祖佛祈祟祈祟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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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祟� 我們坦白說空無膜、無緣 你才能夠阻摸、阻摸 因為你有肥已經破掉一切 直到三麥了 自然你阻摸可以阻摸 但是你會記起這句話 阻摸、阻摸、阻摸 你自己沒感到,你沒困難保自己 你很困難保自己 何方又要阻重生 所以這個空無雄、無緣 這個叫三改靠門 你一定要透視到正心 甚至知道自我本空 一切跟他一年收生 你當然知道就不會先出 完後寫到這個雄 所以在裡面說不出一切 以及雄 這樣叫做無雄改靠門 你知道有這個三麥的定徑 但是你怎麼不接 無接 無接 那麼儒、三佛來講 第二,我們在虐待這個三佛來講 就是你明清改靠或是修行的心境 因為這個三佛裡面是包括法佈 這句話是包括這個法佈 無論你本身裡面實在修行 叫做正佛 正佛 正佛不是出家人叫做正佛 出家無修也不可以叫做正佛 在家中 或是修繁那些有實質 佛東也會跟人 說這個人就是真正的三文 這就有講過了 但是這個三佛來講 佛佈法佈正佛 就一定要明清改靠法 理性的心境 這樣比較實在 那麼佛佈正佛 正佛是叫做空力 正佛是叫做空力 那麼其他叫做方便 其他佛緣系統的方便 所以這個叫做性與空 所以這樣才可以成份 這句叫做什麼佛佈正佛 這個就是有一個叫做了義 佛佛的佛緣系統的方便叫做不了義 不了義 但是這個又唯一 那個空力叫做了義 所以這個了義叫做中 那麼不了義叫做高 這兩句話就好 了義叫做空力 就是佛佈念法 騎著微笑 還有一點點 當母宗師的利益 叫中心要接高五宗 那個叫做中 那麼這個八萬四千塊 這個叫做高 但是這個萬九幾一例 就是佛佈要跟我們說 說什麼說一切法 讓我們破爐不進來 才可以返路如來是上這樣 那個叫做萬九幾宗 那個叫做萬八幾宗 所以宗就是叫做師匠 那麼高就是叫做美顏 所以這個師匠 裡面的就是中奏這個騎車 在這個八百二千天的時候 我們看到佛佈念法 佛佈念法之後 看到騎車的微笑 佛佈講 佛佑健康那種 在看苗星師匠無上 美苗法文 分立文字 那個文字就是一切方便算 那個分立文字的九八別團 那個就是中奏 那麼這個文字了解 不了解 所以佛佈比較依正法為心 每一個佛佈有三心 三心就是離發心 還有發生俗流心 這個發生俗流心 叫做佛心 這就是依正法為心 那個叫做發心 那麼第三叫做硬化心 硬化人間 硬化是方的世界 那個叫做硬化心 所以佛佈三心是說這樣 但是依正法為心 所以名叫做發心 這個叫做真實的佛佈 所以佛佈 第三就是發心的意思 就是那個發心 就是虛空的實體性 佛佈重要是這件事 我們有那麼厚 我們的重來 鬼落 鬼空 鬼落就是這個空性 有那麼就是這個問題 那個叫做發心 我們當然是這樣 所以呢 要記住發心喔 要記住 就說我今天要記住 可以和發心同期 和發心同期 就是發心 大家必定的情情中 現在大家必定的情情 那麼這個最不見 有佛佛的最可徒 不可以說我今天有佛可徒 有法可徒 有什麼可徒 沒有 因為前往說無貴的無貴 因為本主立反 你一定要了解這個 你會有的可徒 拿到去貼 所以不是說我 我從來已經生父 就說我貼到什麼 沒有這樣 因為一定不會死 你看看有貪心什麼 注意 如來貼神 人人股色 你沒有貪心 沒有貪心就不能說貼了 有貼就有貼 所以那個不貼也不貼 就是我們人的如來貼神 那當然就是貼貼一順 重要是貼貼 這點要注意 所以不可以說有負的結束 負的結束有什麼 負的事先給眾生看到什麼 注意的結束 這是負的祖筆 要贏到眾生的法 但是你若執那個 你就會害死了 所以那個也沒問題 要注意這點 你若是人家說有佛有法 什麼的可徒 那都不對 所以我們不要說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 有心都沒有死線的 你也沒有了解